Hello 您好 欢迎收看中天晨报 我是营秀 新闻头条 头版焦点 对另外更新的消息 中国时报的头版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上周在直播中提出 邪名长照保险阵线 卫福部长陈时中同志晚间 欣赏火线 抨击保险制 关号一个便当 没有办法来推动 除非便当是500元 认为保险制是将负担传给下一位 不过财政部在25号进了 就卫福部评估 尝照保险制的可行性 卫福部长陈时中改口说 个人并不排斥保险制 是否实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最新的连线焦点 同步来关注了新北市三重分局警方 之前接获了信报 有民众以职业的赌场的形式 汇入这间泡沫红厂店 警方埋伏两天 在昨天事件时机成熟 一举获获 目前最新的消息 我们时间连线网店 欢迎回到城大 我们来关心最新的消息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今天通过了迹象 被称为是台北法案的有台法案 迹象法案是由四位的美国参议员 在5月提出 目的是协助我方跟各个邦国 来巩固邦交 迹象法案在委员会通过之后 接下来会被送到参议院来审议 之后还需要众议院来通过 再由美国总统签署 才能够生效 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另外同步来关心的消息了 就是美国国会众院 在25号针对了川普 涉嫌施压 乌克兰总统 启动了军事的弹劾调查程序 而这回美国白宫 在今天公布 川普跟乌克兰总统的 电话通话记录之后 川普也在台湾时间 26号清晨5点钟 出面来回应了众议院 对他提出的弹劾案 好 川普再度以猎屋回应弹劾调查 强调自己跟乌克兰总统 并没有对价的关系 川普说通话记录中 录音这个录报证明当中 他确实提到了拜登 但是完全没有施压 没有做就是没有做 来来关心旺报的头版焦点 中共建政70年 国庆大典将在 这是10月1号来登场 按照过往的惯例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70周年大会上头的演说 将会再度谈及 关于台湾的内容 大陆设台人士透露说 国庆大会谈话 向来是设台不是重点 不过有感于 两岸的关系的紧绷 后年又刚好是 2012年第一个百年 习近平的谈话 将替选前的大陆 对台风筝来做定调 世新大学与新媒体集团 攜手展开了 长期的产学合作 双方在礼拜三签订了 这些合作意向书 未来世新大学的学生 经过了奸选 有机会直接到 新媒体集团实习或是就业 而这个产学合作呢 预计每年商市出 30个工作只缺 新媒体集团也将借中 世新大学培育出的 一千多位的大马学生 还有校友 创造更多的实习 跟就业的机会 来拓展大马的市场 随着台湾人口老化 跟运动风气盛行 也衍生出足部的问题 现在呢 医师就指出了 其中有六成 是跟鞋子的穿着呢 不适当有关联 好 为了听民众 解决足部的问题 国内制鞋大厂 是打造了全台湾 第一家提供 足部倡库服务的 体验商店 让消费者不止能够 这个两脚选鞋 甚至连专业的医疗级的 足部的咨询 都能够在门室内 试一次的完成 业者表示说 希望透过客制化的服务 跳脱一般人 对于鞋店的想象 让民众更注重足部的健康 哈喽 早上六点十五分 欢迎您收看 中天气象 这样的事情 就赶快来关心 透过卫星云图 带您了解 今天最新的天气的状况 今天台湾呢 其实因为东方海面的水汽移入 迎风面基隆 北海岸跟宜兰 都是有雨的状态 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记得 要出门要带伞 雨区行车 千万要注意安全 因为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下个礼拜 注意了都会下雨哦 而且晚上还会有局部大雨 真的要多加的留意 赶快透过温度预报 带您来了解 今天的天气的状况 北部22度到28度之间 降雨距离50% 中部地区高温上看32度 降雨距离30% 南部地区25到31度之间 降雨距离30% 另外还来关心的是 东半部地区咯 东北部21到28度 降雨距离70% 东部地区高温上看29度 降雨距离40% 好 历道部份 还有来看到的是 马祖22到29度之间 金门高温上看31度 好 历道的部分 其实今天天气 都是很稳定的 好 东包括了澎湖的高温 也上看29度 而目前最新的降水预报 刚刚带您来关心了 从今天开始 这个开始就是会有雨势的出现 尤其是在东北部的部分 提醒您不要特别的留意 到晚上会加强 东北部的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晚上 这个下雨的雨势会有增大趋势 好 一周的天气预报 让您来了解 接下来的天气总视了 从礼拜四到下个礼拜 一 二 其实都是雨势都会比较大的 包括了东北部有较大的雨势 北部 东部 还有东南部 会有局部的短暗阵雨 另外呢 礼拜二 其实呢 包括了午后山区 也都会有雨的状况 最后透过小精灵 让您来了解今天的天气的重点 水气见增哦 好 今天晚上开始 东北部局部会有大雨哦 还有早上跟晚上呢 都比较凉一些些 中南部日夜温叉叉 提醒您特别的留意 以上这节气场资讯提供给您 新的临线焦点来关心台中 这位男子跟人发生了争执 他找来市值的人住卷 跟对方相约夜市谈判 但没有想到 对方带了二三十人 寡不敌众 当场把他打到头破血流 被紧急送一救治 最新的消息 我们时间立刻临线亮与纸 34岁的陈欣孕妇24号 在新北市卢州的妇产科 诊所生产 但没有想到进手术房之后 却出现了子宫破裂 医师黄黄舟 这是紧急剖腹 将男婴取出仍然不幸的夭折 陈欣妇人因为大量出血命违 转送台北马哲医院来急救 家人不满诊所态度很消极 在25号凌晨是上诊所 这个率领上百千种包围诊所 撒名纸来抗议 黄黄舟在25号出面召开了 记者会声称 已经尽力来抢救 最终警方仍以过失致死罪嫌 把医师黄黄舟喊送法本 来关心的是 这位幼儿园老师 遭人拍下了在课堂上头 拿棍子回来回气 不止怒骂学生 还一次打小朋友 博校方强调 老师是管教不是提罚 25号晚间 当事人小孩的爸爸 也在脸书替老师喊冤 老师用的不是铁齿 而是纸板外面的缠的这层胶带 不过真相究竟是什么 社会处 海洋教育局已经展开调查 今天对高铁300万的疑于 民党立委陈明文 今晚25号 就亲赴林郑委员会来说明 历经了一个半小时之后 林郑会主委 他居然表示说 还要上南城案 如果倘若未来有新事件 将重新处理 好 莱茵的明代就讥讽 就连最后护航的 最会最护航的民进党 这次听完故事都不敢挂保证 心里发毛 甚至被问到 为什么分次提顶不灰款时 他顿时语策 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强调是个人习惯 立委 陈明文一世的300万元 问题来了 到底从哪里来的 好 媒体报道 检方在上周 以被告的身份 是传唤了陈明文的父子 以及相关的人 当案发现 300万元是来自同一个银行账户 是陈大姐的儿子所拥有的 根据了陈明文这一家人的说辞 这300万元 属于亲友的借贷 分寿的提领 不过警方仍然在比对金流来源 跟借贷说是否相符 至于钱是要做什么用的呢 陈明文说是给孩子开店的费用 陈正廷则表示 这次是计划 要将台湾的珍珠奶茶 相关的原物料 卖到贝勒宾 根据了台北地检署的调查 总统府发言人士 自意 这林家如 他所购买的香烟 是在机上订购之后 携带入关 而未被海关给发现 由于不属于机场交货的方式 购烟也没有达到50条 因此检方首播 贞结而且没有追究行责 而是列入第三阶段来承换 只是林家如到底是谁 之前戴着白手套 秀出蔡英文博士论文原件的人 其实原来就是林家如 他还曾经担任了前行政院院长 游锡坤的幕僚 游锡坤2014年竞选新北市长时 林家如还负责了媒体联系的工作 虽然暗风波7月爆发 其实爆出了华航员工也订购的 烟品跟免税品 不知去向偏空的消失 华航董事长之前被问到 这批烟品时还说 都放在华善的仓库当中 但是没有隔到几天 就立刻被立委爆料 这批烟品走早说是被非法移走的 最后跟在华航的空瓶处 跟着一处桃园名宅被搜了出来 等于说华航的说法被重重大炼 金华城标售案25号 由九威军集团旗下 中石化以372亿元得标 也代表金华城百货即将走入历史 晚金业者也证实了 金华城11月30号 就会正式的结束营业 只有礼券的消费者 都能够兑换现金 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 蔡比如跟随了市长 柯文哲已经20多年 一路从台大医院走进了市政府 可以说是柯文哲最忠诚的下属 同时也是台湾民众党 创党的灵魂人物 而他接受媒体追访时 谈到了民众党的选战布局 道路台北市政府呢 副发言人学姐黄敬营还太嫩了 精力跟应变能力都不够 不会派出来参选 而同时蔡比如也有相当的自信的强调 如果自己能够当选立法委员 只需要半年时间就能够准备好 站到执行台上 脚外露面的前花联新长傅坑奇 在25号上午出席了 在首长市政满意度颁奖典礼 他首度在媒体前公开挺韩大赞 韩是他的兄弟 表示希望韩国瑜的理念 让大家能够知道 也让有心为台湾做事的韩国瑜 能够获得支持度 至于个人是否就参选立委 他没有正面的回答 也为参选留下了伏笔 好 其实韩国瑜在带着媒体 去看了三个市政的亮点 包括了露萍专案 还有声语交险 教育 还有爱情摩天伦 韩国瑜说亮点有上百个 筛选出16个 因为下午时间有限 只能够去视察三个点 被媒体问到 心目中这哪个市政最重要 韩国瑜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是中英文的声语教育 投尘国中在教师节前夕安排 师生模拟在课堂上的情形 拍了这一组上课的开箱照 因为这个动作相当的斗气歇实 十分有立体感 好 评生不断 你来看看老师手拿着的教编 卖力地讲课 台下的学生 有的认真听长 有的趴在桌上睡觉 还有的在玩纸飞机丢纸团 好 就真实地呈现了课堂上 学生上课的情形 而在精心的设计下 画面的呈现相当有立体感 可以说是开箱照2.0版 而来关心台南市登革日 本土病例又新登了一例 目前已经累积到26例了 患者是成功大学 就位男博士生 住在胜利校区的宿舍 上个周末返回太中老家时发病 前天晚间确诊是罕见的 登革日第三型的病毒 目前住院治疗当中 而台南卫生局也接获通报 针对陈大宿舍校园 进行消毒作业 意大利总理孔帝在25号警告 欧洲最高峰白朗峰的 这座大型的冰川 可能面临崩塌危机 呼吁大家要对抗前求暖化 这回面临的崩塌危机 位于意大利境内 叫做普兰品丘冰川 位于今年夏季的高温 是使得冰川融化加快 每天滑动大约35公分 焦点回到台湾来关心了 刑事局跟花莲紧绷 这个月23号兵分了多路 从新北花莲高雄等地 带货以黄信主贤为首的 炸七集团 而且从据点机房中 起出了这手机等等 15万元的证物 上年25号中午发生的 小货车行驶当中 就是包括突然起火烧起来 还发出了三四声的爆炸声 所幸当下日行的民众 赶快提醒了驾驶车辆 就是蹿出了火苗 而且会立刻的惊险逃出 同一天在澎湖 也有一起车祸 这绿色的休旅车 方向盘故障 撞上了对象汽车之后 又推仗了汽车 后方的自小客车 三车连环杖